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6号报道 台军澎湖防卫指挥部 日前执行镇江操演火炮射击 台军M60A3主战坦克 CM21装甲车 在火网掩护下发射炮弹 进行所谓摊案战斗 对此曾任澎湖守备旅旅长的 台陆军退役少将质疑道 战车在海边排成一排 完全暴露在阵地中 这究竟是作秀还是演练 台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 姬布莹表示 本次操演模拟解放军 以渔船登陆进行作战 不过台陆军退役少将 栗正杰指指 台军的演练完全乱了套 因为澎湖的地形 不适合渔船登陆 解放军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进攻 此外 栗正杰指出 台陆军把战车推到前面去 完全暴露在阵地中 无疑是重大漏洞 你到底是作秀给记者拍 还是说你要演练实际状况 演练是那边有很大的 很大的一片的这种防风林 是树林 合理来讲 你应该在那边构建 你的这个掩护阵地 然后这样才能够结合实战 这次镇江操演 纯粹就是一阵烟火秀了 达不到实际上面作战效果 如果真的这样打仗的话 其实我真的替这些官兵 感到很危险 栗正杰进一步指出 此次演习的战术 完全违反作战原则 这些战车在海灾上面排一排 我们看到这个镜头是这样的 一排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这时候应该是一边射击 一边激动嘛 这才有可能达到说是 这个防护自己的目的 先求掩护 这要次求发扬火力 你自己不先掩护好 你在那边只求发扬火力 这是完全违反的 作战的战斗原则 针对本次镇江操演的荒谬战术 岛内网友也嘲讽道 防务部门的大官们想想吧 不要只是秀那种 没有实质能力的肌肉 只是凸显我们真正实力 只是如此而已 外行领导内行 将帅无能会害死三军的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绿营支持者月教 代表将军说的全是真话 摆拍的烟火秀 大可不必 此前 台海军司令唐华 接受外媒采访时直言 解放军在赖清德当局上台后 实施了蟒蛇式的军事战略 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封锁台湾 所以他建议台湾方面应该克制 避免挑衅导致台海冲突 对此 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表示 对于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的现状 台军很清醒 但民进党当局 仍要借由军事挑衅动作 来忽悠台湾民众 问题是绿营的大内宣就是这样 因为他大内宣就是要麻痹支持者 尤其要让绿营的选民相信 我们没有问题 这种军事科技的东西 你不要欺骗老百姓 现在这种军事件